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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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吃東西的我,就算吃得很飽 也不可以缺少飯後甜品這個環節 每次去到韓國都會看到很多創新甜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以下這三間甜品店呢? 第一間是我早前介紹過的綠茶甜品 是由Inners Free所開的Green Cafe 因為上次看到旁邊的梳芙里很吸引 所以決定再次來到明洞這一間分店 梳芙里分別可以單買或配夜飲套餐 價錢由1萬W至1萬W不等 大約70元至100元港幣 兩個人叫一份套餐就剛剛好 由於是即叫即做,需時大約20分鐘 如果撞淨很多訂單,等候的時間會更長 原因方面,我叫紫薯勒梯 整體紫色的外表是非常夢幻 店員亦提議可以加入忌廉,口感會更加香滑 至於梳芙里有三大件 配有藍莓果醬、楓糖醬、忌廉 和草莓香蕉水果 每件梳芙里大約有3cm厚度 軟綿綿充滿空氣感 吃起來口感非常鬆軟 淡淡的蛋香 可以加入豐糖漿或忌廉一起吃 但我覺得配果醬就不太合 而香蕉加入了焦糖微微的燒過 香味更加濃郁 而這款梳芙里不挺身,容易搭 所以大家趁熱吃,口感會比較好 雖然比不上日本的專門店 但用這個價錢可以吃到這個水準也算不錯 第二間就是Libret Lab 全河國有30多間店舖 這間最有名的食品就是奶油卷 一口一件,有10多種味道 分別有24件和12件裝 正式的粉紅色包裝 不過細合12件對一個人來說都算很多 所以我遲遲都沒吃過這間 但竟然我在虎山南浦洞這間分店 看到有5件裝 雖然這款相比起合裝貴成一倍多 但可以試到幾種味道都算不錯的選擇 我買了有5種口味 6000瓶大概是42元港幣 分別有Mocca,香蕉,草莓,芝士,朱古力 外皮會好像熱香餅 但吃起來是蛋糕的口感 中間是夾著不同口味的忌廉 5種口味之中,我覺得最好吃就是草莓味 香滑、原味的忌廉 配上鮮甜的草莓 甜而不利 整件放入口真的非常滿足 但如果不喜歡吃忌廉的朋友 就可能覺得偏甜 我覺得這份量對於飯後甜品來說是剛高好 細食或者純粹想試味的朋友 都可以選擇這個5件裝 比買了大盒吃不完 另外還買了草莓Latay 不過味道偏淡 我會建議大家試試其他飲品 第三間就是釜山西面的牛角包店 店名也是有請Google小姐好一點 Lat Feuille Croissant 這間的吸引之處就是非常精美的牛角包 只需2900W 大概$21元 全部都是現場新鮮製造 每段出落的時間都會有不同的味道 有原味、草莓、抹茶、吉士、朱古力等等 另外還有麵包磚和千層酥 每一款樣貌都非常吸引和超大件 真的很想試試所有口味 最終選擇了最多人買的吉士味和朱古力味 先試朱古力口味 其實它就是類似最近好紅的莊莊包 上層是有一層朱古力醬 再灑上超多朱古力粉 一拿起醬已經融在手上 超香濃的朱古力味 外層酥皮紮實鬆脆 內裡軟熟 撕開中間還有超多朱古力忌廉 甜到適中不會太濃郁 吃完整件都不會覺得很邪惡 而吉士味因為經過冷藏後 酥皮就沒那麼鬆脆 但內裡仍然很軟熟 撕開也有很多吉士忌廉 原本很擔心忌廉冷過後會變硬 影響口感 但吃起來的質感仍然很軟滑又彈性 如果它的餡料可以做到流心 那就會更加好 我覺得這間店值得再買 大家經過一定要試一下 看完以上三間甜品分享 有沒有一款適合你心緒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想知道更多韓國美食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啦!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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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